已經有12345678 特別是像這樣的一個表格形式 其實還蠻多地方都需要用到Column跟RAW組成的 所以有的時候我會用Column 去決定它的初始的數字 然後用RAW的話決定它下一列是不是要增加幾個倍數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很快可以做一個數字表格 看是要每四個為單位或是五個、六個、七個 其實概念都差不多 所以這甚至可以拿來當一個公式 可以不用特別背它 反正這還蠻常用到的 第二個的話我就把這個公式直接剪下來 然後做什麼呢? 把它放到那個index 最近使用過的index裡面 把它貼到這個RAW裡面 然後呢 這範圍的話就B2 CtrlShip向下 記得把這個範圍按F4鎖起來 因為等一下會向右向下 這個固定住 那ColorNumber的話一定因為只有一欄 所以說你這個不用變 這個不用變 只有變這個 也就是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向右它會抓1234 有沒有剛好 然後向下的話那剛好全部都抓回來 那你再把D欄到G欄選起來 快點它們中間其中一條欄線 自動調整欄寬 其實是AutoFit 自動調欄寬 好 可是問D階段也這樣OK 有沒有 所以以後的話 假如說你要縱向資料 變成橫向資料的話 可以這樣做 但其實工作裡面我發現 不外乎就是分分合合 可能是這邊一欄對不對 變成四個欄位 將來有可能再把它變回一欄回來 或者是變成兩欄也都有可能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要思考一下怎麼樣把它變回來 OK 那接下來第二個問題是 我今天希望可以把貿後前面的資料去掉 貿後前面資料怎麼去掉 其實當然裡面的話 這個可能比較需要文字類的函數 文字類函數 那用哪一個函數比較簡單呢 有沒有 所以其實做法 絕對不是單一答案 因為我之前有想過用repress repress是取代 取代前面幾個字 但問題好像repress 參數太多了 參數好像四個還五個吧 哇好多 後來我就想到 有一個很常用的函數 叫什麼呢 叫mid 這個應該各位用了很多了吧 那mid的話呢 它是從哪一個字 取幾個字嗎 所以你會發現 前面入職時間 有沒有 上面的那個 它的欄位名稱 剛好跟這個差在哪裡 入職時間四個字 冒號的後面那個字 所以如果我把這個資料給它 我只要跟它講說 在入職時間的四個字對不對 下兩個字 所以這個的加兩個字 有沒有 放到第二個參數 有沒有 放到第二個參數 那後面的話呢 跟它講說 把後面的資料 全部抓回來的話 欸 那這個 後面資料全部抓回來 其實我習慣要99 欸 你還說 有99個字 沒有啊 99意思說 全部都要的意思 OK 答案就OK了 另外的話呢 我向右拉的時候 這個上面的欄位名稱 要換成下一個 但是向下拉的時候不要換 所以記得一定要把什麼呢 把1給鎖起來 OK 所以喔 應該有這個概念說的話 接下來 再把index這個範圍 減下 再放到哪裡呢 放到mid的函數就可以了 mid mid 這個 那test的話 就剛剛這些 所以貼上 OK 入職時間冒號 這些 那star number的話 就是由這個d1 有沒有 然後把它怎麼樣 d1 它的幾個字 所以len 算幾個字嘛 前面講過 len 然後呢 d1 它就回來這四個字 記得加多少 加2嘛 因為要入職時間冒號的下一個字開始 第六個字開始 要取幾個字 取 全部 OK 那你想說 打99 打9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看你開心 反正只要 輸入一個很大的字就可以了 我覺得這招還蠻好用的啊 因為好處就是不用再算了 因為之前我本來想說 卡在這個地方想說 到底要怎麼知道說 入職時間冒號 後面到底還剩幾個字 那你還要len一堆嘛 還要再算長度 然後再減掉它 太麻煩 後來乾脆發現 哇 這個真的太好用了 直接輸入99啦 不過這個可能有個條件 就剛好 就是它後面的字全要喔 才可以喔 不然的話 如果後面還有一些不需要的 像個什麼後刮弧 後刮弧 後刮弧 你可以把全部字減1也可以 反正這個想想看喔 好 那最後做出來的話 按個確定 不過確定之前還有一個動作 D1 向右向下 所以D1 這個E要鎖起來 但是D1的部分要鎖嗎 不用嘛 因為向右要變EFG 向下不能改 所以記得E一定要鎖 其他不能鎖 按確定 再向右 再向下 然後再把四個欄位選起來 快點其中一條線兩下 好 這樣子 就大功告成了 OK 應該可以看懂意思吧 所以這應該是我想到最簡單的方法 因為之前也試了蠻多種方法 但是好像沒有這個方法簡單 OK MID 然後把剛剛Index的東西貼過來 然後再把LEND1的那個前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加兩個字 因為路值時間冒號的下一個字 然後99 按確定 就完成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這個答案的話 其實雲端上也有啦 你們可以再參考一下 這個部分 不過你想假如說呢 我們一樣喔 如果我不想說 哇 這邊這麼多函數 你會發現喔 總共有幾個函數用到 1 2 3 4 5 應該五個吧 五個函數耶 五個函數已經算用最精簡的了 其實喔 這個題目是 有一本叫468招裡面的325題 一模一樣喔 但是你們可以去看那個書上的參考的答案喔 這跟我完全不一樣喔 他用的函數比我這個複雜好多倍 你看裡面的公式我覺得 因為我看了他的那個公式之後 我發現 幹嘛那麼麻煩喔 有些地方其實不需要的 OK 所以我有把他的那個解法 再把它更精簡啦 也就是說有的時候喔 不見得說只能夠單一個答案喔 OK 你要去想說 用什麼方式最簡單才是最正確的 OK 另外的話呢 那本書裡面也沒有VBA 如果你會VBA的話 其實你這些都不要沒關係 那VBA要怎麼寫 其實很簡單喔 VBA的話 你只要寫回圈就好了 有沒有 然後你這邊的話打個VBA 然後你就是 For i 有沒有 For i 等於2到9 For j 等於4...7... 4...5...6...7... 有沒有 4到7 For j 等於4到7 然後Sales ij 所以等於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 幫我一個一個放過來就好了 陳車寫完了 那只是要怎麼寫喔 我們待會再來看 如果剛剛這個部分的東西OK的話 你可以再想想看 如果要寫成VBA的話 所以待會也許在旁邊寫一個VBA 可能就是什麼人事分欄 然後這邊的話就一個清楚 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有的時候啦 當然如果你會的方法越多 那你可以選擇 像以這一題來看 我直接就寫VBA就好了 沒有 這個Column跟Row 然後我就等i 等X 跟J 對對對 Column其實就是J 對對對 一樣的概念 這個兩邊可以類比一下 兩邊可以互相轉換 就像說其實很多地方 那個VBA跟Python 程式也是可以互相 是相通的 像我一些範例的話 我兩邊都有寫一樣的東西 反正你這邊寫完 那邊也可以寫 有什麼差別 沒什麼差別啊 只是說你用在不同平台 針對不同的事情去處理而已 OK 好 那試試看 待會的話 我們再把那個 有關人事分欄部分 也許看看改成VBA之後 會不會簡單很多